第九百一十七集 村政左府真的是有心 你待我谢谢他 就说 我谢谢他全家 叶连城手中太长一横 墨色的剑 向上闪过了一丝凶 他淡淡地说 但是 现在你要报上名来 因为我的太长之下 从来不长无名之人 我说了 我就是叶连城 为叶连城有些固执地说 好吧 我就把你当成叶连城 叶昊玄点点头道 按理来说 最后一个都是终极boss 我前面已经杀了七个 你被放到最后 这说明 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是这八个人中最强的 你当然可以认为 魏叶连城突然摇曳的一笑 他突然在叶昊轩的眼前消失了 他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叶昊轩的神念向四面八方八出 经过和眼前这个人短时间的接触 他已经确定 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改造者 他只是被村政作福改变容貌 并被灌输了叶连城的记忆 但是 从他诡异的身法上来看 这个家伙 是属于忍者的 而且至少是上人 不过上人 又分为三六九等 而看这个家伙的架势 绝必是一品上人 而且 既然被村政作福放到这里 当作压阵用的终极boss 那么这个魏叶连城一定有着 非比寻常的过人之处 神念发出 叶昊轩瞬间便感觉到了 一个快速向自己略静的身形 从一侧急速地奔了过来 他右手向琴一送 手中太长一阵 接连树剑向前展出 眼前人影一闪 一个透明的影子 骤然在叶昊轩的跟前出现 紧接着韦叶连城的身形 出现在了他的椅子 这家伙手中一把忍者武器 已经被叶昊轩手中的剑给斩断了 你竟然能发现我 为叶连城有些不可置信地盯着叶昊轩 他对自己的身法相当地自信 但是他没有想到叶昊轩 竟然能发现他的踪迹 原来你不仅仅是个上人 你还是个天赋决心者 叶昊轩总算是恍然大悟 难怪这个家伙会作为最后一名来压阵 原来 这个家伙身具忍术和天赋决心 双重属性 看来我的天赋在你的跟前已经不堪大用了 你是怎么做他的 我的隐匿身防 就算是真言宗第一高手 红海大师都没有办法 叶连城说 那是因为他的感知力不够 哦 你们称的精神力不够 叶昊轩说 你的精神力很强大 为叶连城看着叶昊轩摇摇头盗 哼 没看出来 你不过是一个天井高手罢了 这些年败在我手里的天井高手 至少有数十个 而你刚刚晋升了天井 就能找到我的踪迹 这太让我意外了 让你意外的地方多了去了 我怎么感觉你在拖延时间呢 叶昊轩问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为叶连城笑一笑道 那是因为家主要料理千叶锦子 啊 不对 是正双双 所以我才会拖延一会儿 不过我个人崇尚武力 不喜欢阴谋诡计 你既然问了 我回答你就是了 哼 村正左府终于利用完他了吗 叶昊轩双眼中充满了杀意 没有 但是他似乎想起了一点以前的事情 为叶连城道 那么 你可以去死了 叶昊轩冷笑了一声 他心里惦记着郑双双 实在是吴兴和这个家伙缠斗 他右手一举 手中的太长隐隐作响 他一声清河 身躯稳弱泰山 一剑向着伪叶连城斩了过去 似乎是凭空一声炸雷 一个透明的剑影 骤然在半空中形成 剑影十分的巨大 带着碾压着世上一切的威势 向伪叶连城斩去 一股无形的风暴几乎是在瞬间形成 这股庞大的剑影代表的是毁灭一切 一阵阵强烈的气流化作一道道剑气 纵横交错 就好像是一把把的小刀子一样 割得人脸不生疼 伪叶连城双眼都几乎要睁不开了 他想躲开 远远地躲开 但是他的身形就好像是 被定格在了当场一般 连一寸也无法移开 看着眼前逼近的透明虚拟 他发出了一声绝望的惨叫声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 会这么死了 他也不相信叶好轩真的动起怒来 他根本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透明的剑影瞬间极致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十分的缓慢 伪叶连城的额头上一道剑痕闪过 现场立时恢复了瓶颈 伪叶连城双眼圆征 随即他的身体一分为二 向两侧倒去 直到这个时候 叶好轩的剑气才从他的身体中洞穿而出 重重地斩在了他身后的那道电子门前 呼 伴随着一声巨响 那道由最先进合金制成的门被叶好轩一键斩落 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快速地向村正左斩所在的地方奔了过去 村正左斩的攻势越来越凌厉 郑双双隐约有支持不住的感觉 他身上已经中了村正左斩数剑 一身白袍已经被染得鲜火 咻 村正左斩双手一分 手中的银亮长棍顿时分开 微微一抖又化作两把短剑 他右手一扬凌空一剑 向郑双双劈了 一抹银色的剑芒骤然发出 在半空中形成了一道灵力的剑光 直取郑双双的喉咙处 剑光外放 其实华夏的一品上人的实力一般 甚至比不上一个即将突破天境的高手 但是能做到如村正左斩这般剑气外放的 着实是没有几个人 郑双双的一身忍树是被别人强行灌输进来的 根基本来就不稳 在摊上村正左斩这种隐藏起来的高手 当然越来越不知了 剑光外放对于忍者来说 已经是达到极致的存在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 村正左斩就能和真言宗十大高手并列 认识谁也不会料到 平时只会发号施令的村正左斩 竟然有如此的实力 咻 剑气划破虚空 在半空中形成一抹白色的湖光 郑双双一个后翻 身子向后一仰 剑气划破虚空 显显地擦着他的面容过去 灵力的剑光擦得他玉面生疼 一剑劈出 村正左斩一跃而起 双手一合 两把利剑合成一根 荧光闪闪的棍子 他手中棍子高高举起 一棍向郑双双砸去 郑双双回剑一格 一股巨大的阵力 从对方手上传来 本来已经受了轻伤的他 一声闷哼 一缕鲜血 从嘴角溢出 他连连后退了七八步 靠在墙上 一时间失去了还手之力 村正左斩双手一分 一把短刀 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没想到 你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 剑光外放的境界 再给你些时间 恐怕你就会和柳生贞泽一样了 郑双双丝毫不惧 在他脖子上的那把剑 哼 你想不到的事情 还有很多呢 村正左斩笑了笑道 别忘了 我是村正左斩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聪明 是啊 没人比你更聪明 你的儿子都死了 看来你的聪明 以后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郑双双冷笑了一声说 你真的以为 我会无条件地相信你 村正左斩笑了 他淡淡地说 出来吧姨木 让你的好姐姐看看你 随着村正左斩的声音落了下来 门一开 村正姨木手里拿着一把刀 他手中的刀 抵在了唐义的脖子上 驾着唐义走了进来 你没有死 郑双双愣了愣 他诧异地向唐义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 别提了 我总算是明白 姜还是老的辣了 村正左斩早有防备 你杀死的那个 只是村正姨木的替身 唐义苦笑道 嗯 你明白就好 村正姨木 一脚把唐义 踹翻在地上 拿出一双手铐 把唐义结结实实地 铐了起来 他收起了手中的武器 走到了村正左斩的跟前 一居公道 夫妻 那边怎么样了 村正左斩点点头道 一切还算顺利 村正姨木点点头道 村正左斩 你到底有多少个实验室 郑双双问 你们华下有句古语 叫做 叫兔三窟 我到底有多少个实验室 我也不知道 一切都是姨木在打点着呢 村正左斩道 这个就是父亲的一女 我的姐姐 村正姨木看了一眼 郑双双 你才是真正的村正姨木 郑双双突然明白了 不错 我才是真正的村正姨木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见过你 和你一起共事 一起去华下的 不过是一个克隆出来的替身罢了 村正姨木点点头道 反正你也要死 不妨死前让你明白一点 村正左斩 微微一笑道 姨木一直在负责实验室的开拓 所以你们平日里所见到的那个 根本不是姨木 她只是替身 所以 你刚才杀死的 也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 明白了 郑双双点点头道 我早就有些怀疑 那个替身的孬样 和你村正左斩的形象格格不入 现在总算是弄清楚了 果然 虎父无犬子啊 你这句话我比较认同 虎父无犬子 村正左斩说 郑双双 你既然背叛我 那我就要你知道 背叛我的代价 你既然骗我 就应该知道骗我的代价 郑双双冷冷地说 可惜 我杀死的不是你儿子 你杀死的 当然不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会和我一样不死不灭 你们区区的几个凡人 怎么可能杀得死我们 村正左斩笑了 一幕 为你姐姐准备一只新纪元 另外唐一的天使计划 继续进行 我想 在叶好轩赶来之前 他会改造成功的 届时我们就有终极武器 对付他了 是的 父亲 村正一幕一点头 他打开了一个金属盒子 取出了一只针迹 走向了郑双双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提身 郑双双盯着村正左斩问道 我村正左斩 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我不需要提身 也没有人能代替得了我 村正左斩哈哈大笑 那就好 郑双双点点头道 我的好姐姐 这只新纪元 是我刚刚从三号实验室里面 带过来的 应该比这里 现有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你有百分之百的几率感染 有百分之六十的几率 净化为王者 我不知道你的男人 叶好轩看到你净化成王者以后 会有什么看法 村正一幕拿起针迹 微微一笑道 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郑双双冷冷地说 但是他杀我之前 我会把这个东西注视到你的身体里面 到时候就算是他杀我 也由你陪葬 这样岂不是很好 村正一幕冷笑着 他向前走了一步 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这只针迹 刺入了郑双双的皮肤里 一抹绿色的药液瞬间进入了郑双双的血管 顺着他的血管流变了全身 郑双双的脸色惨白 他额头上的大颗大颗的汗珠落了下来 他感觉到手臂上疼 很疼 这些药就好像是直接 往他身体里面打了一针硫酸一样 让他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他紧紧地咬着牙一言不发 是不是很疼啊 村正一幕的药 推了一半便机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 携了郑双双一眼 你给自己打一针试试 不就知道了 郑双双咬牙切齿地说 你可真会开玩笑 村正一幕笑了 紧接着 他的表情马上变成了一副狠厉的神色 他死死地盯着郑双双恶狠狠地说 你是我的姐姐呀 你竟然要杀我 这让我很痛心 他一边说一边狠狠地转动着 手中的注射器 这注射器的针头是特制的 就是为那些改造后变得皮糙肉厚的人 专门打造的 针头是三棱形的 他这一转动 郑双双的手臂上马上变得血肉模糊 钻心般的疼痛从郑双双的手臂上传来 他咬紧牙关 一言不发 怎么样 是不是很疼啊 疼吗 村正一目有些神经质地看着郑双双双 然后他突然仰头大笑道 你知道吗 你一见把那名替身穿心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心一阵阵地发凉 那个人是我的替身替身知道吗 他是我的可浓人 变态 郑双双咬着牙冷冷地说 他会杀了你的 他是谁 村正一目的 叶好轩吗 你别逗了 你现在真的想起他来了 你真的把他当成了你的男人了 现在他被困在里面 正在做困手之斗 他会来救你 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郑双双的神色恢复了瓶颈 仿佛刚才注入他手臂里的不是病毒 而是普通的水一样 我就在这里 我等着他来杀我 不过 现在我们把这只真剂 彻底地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看怎么样啊 村正一目仰头大笑 笑完之后 他继续向郑双双的手臂里注射要紧 这种药气很疼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我在向你的身体里面注视硫酸 是的话就对了 这种药 就在村正一目 要向郑双双介绍下 他最新的治疾时 他只感觉到后心一凉 然后整个人僵在了当场 一抹阴芒 瞬间引入了他的身体 他感觉到周身的气血 在这瞬间变得不畅的强 他呆呆地僵硬在当场 一动也不能动 一目 村正左腹吃了一惊啊 他虽然未察觉到异样 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儿子身体中的变化 玩个游戏吧 叶浩轩 叶浩轩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看我能在他身上划多少刀以后 他才能死 叶浩轩 村正左腹后退了几步 他手中的武器举起来 戒备地看着大步走进来的叶浩轩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显示屏 他发现他设下的八大关卡 现在全部被破 而从叶浩轩闯关到他进来 貌似还没有多大一会儿 他设下的关卡有多强 他心里清楚 他的目的只是要用那些改造人 拖住叶浩轩 并没有打算把叶浩轩打趴下 可是他没有想到 竟然才一会儿功夫 叶浩轩就把八大关卡闯了过来 不错 是我 叶浩轩一点头 他右手中的太长随手一甩 唐义手上的手铐被斩断 唐义挣扎着站了起来 他走到了叶浩轩的身后 有些丧气地说 姜还是老的了 这老狐狸太难对付了 简直是步步为营 我只能说你太嫩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扶起郑双双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伤严重吗 不认识 郑双双摇摇头 虽然他仍然记不起来叶浩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叶浩轩这句话 能让他心里很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